赵露丝春日穿搭自由松弛,小白裙再现丧志魅力,营业也如此自然。 赵露丝以轻心脱俗的春日穿搭展现了甜美与可爱,仿佛再现了偷偷藏不住中的丧志形象。 他身穿小白裙搭配卡皮巴拉小乌龟,简约优雅又不失童趣,展现了随性与自由的生活态度。 他的穿搭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给人带来轻松与快乐。 期待他未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穿搭。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木春古雨当春日的第一缕阳光洒落,万物复苏,赵露丝以其轻心脱俗的穿搭,为我们带来了春日的生机与活力。 他身背小乌龟的卡皮巴拉,身穿小白裙,恍若梦回他饰演偷偷藏不住中丧志的时光,那份甜美与可爱,宛如春风拂面,让人心生欢喜。 这套穿搭不禁让人想起了赵露丝在偷偷藏不住中饰演的丧志一角。 丧志是一个纯真善良,甜美可爱的女孩,她的形象与赵露丝本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而这套春日穿搭,更是将丧志的形象完美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小白裙的清新与甜美,与赵露丝的气质相得益彰。 她的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给人一种温暖而舒适的感觉。 而背后的卡皮巴拉小乌龟,更是增添了一份童趣和可爱。 这样的赵露丝,仿佛就是丧志本人,让人不禁为之清新。 赵露丝的春日穿搭,总是给人一种轻松自由的感觉。 她从不刻意追求时尚潮流,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时尚的真谛。 她身穿的小白裙,简约而不失优雅,裙摆随风飘动,仿佛与春风共舞。 小白裙的清新与她的甜美气质相得益彰,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而她背后的卡皮巴拉小乌龟,更是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一抹童趣。 小乌龟憨态可居,仿佛是她的小玩伴,陪伴着她度过每一个美好的春日时光。 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了赵露丝的随性与自由。 每次看到赵露丝的图片,都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自由与松弛。 她的笑容总是那么灿烂,仿佛没有任何烦恼能够打扰到她的好心情。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的纯真与善良,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她,与她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赵露丝的穿搭,不仅仅是为了营业而营业。 她用心去感受每一个季节的变化,用穿搭去诠释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用心与真诚,这也是她身上独有的魔力所在。 在偷偷藏不住中,赵露丝饰演的桑志一角深入人心。 她所展现出的那种纯真与可爱,与赵露丝本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而这次的春日穿搭,更是让人仿佛看到了桑志的影子,那份甜美与可爱仿佛穿越时空,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赵露丝的穿搭,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更是一种内在的态度。 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美好与多彩,让我们看到了她对于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份惊喜与感动,这也是她作为演员和时尚偶像的魅力所在。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赵露丝用她的穿搭为我们带来了一份轻松与快乐。 她的甜美与可爱,仿佛成为了春日的代名词,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就能发现生活中的无限可能。 赵露丝的春日穿搭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她用简约而优雅的小白裙和小乌龟卡皮巴拉为我们带来了一份清新与可爱。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她的自由与松弛,这也是她身上独有的魅力所在。 我们期待着赵露丝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和穿搭,让我们的生活因她而更加美好与多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